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失败了 我是不是还要再回到我这个login这个页面了 并且我还要告诉他 你以后要是验证成功 是不是再回哪去啊 在这我还是要验证 那么成功的话 那么我让他进入到哪了 进入到一个我们的这个 将近一个小时啊 站一会儿 那么如果登录成功了 他会进入到主页面 对吧 会进入到home 那么进入到home的时候 我是不是给他传了一个flag 这是不是呃 就是我们的get的方式的传参呢 对吧 那么传一个flag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拿flag 如果正常我们直接刚home去拿flag的话 是不是拿不到啊 那么我们返回的是个假 他就验证失败 那么如果我们是因为从这里进来的啊 那么说明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到这了啊 其实我们这个呢 应该干什么呢 应该啊 再写一个什么呢 呃 你想啊 我们如果登录之后 我们再进入home 是不是就不需要再去在这拿了 你要想其实这里边应该理论上 我们还应该存一些cookie之类的东西 对吧 但这里就没写了啊 这个以后你做那个状态保持的时候去用的 这个是我们只要做的是什么呢 叫用户验证 这个不叫状态保持 对吧 好了 那么昨天的呢 也就不太去稀说了 自己最好好看一看 啊 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我一进上 我把这个该放的 我都放好了 那么呃 要学一个同步与一步啊 那么再学一个什么呢 成练动的一步啊 再学一个websocket的 那么这是今天咱们的内容 那么同步与一步呢 我再开一个 哎呀 还想着 第一个 同步与一步 来 新年应该功能啊 那么 嗯 第二个就叫 可内斗中的一步 把我们的这个基础工程 扔进去 把我们的这个基础工程 扔进去 好了 我把这个准备工作我都放在这了 那么我们首先先看这个同步与一步 呃 同步与一步呢 呃 我想的话 其实你应该是在呃 你在宽层阶段就应该接触过同步与一步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 什么是同步 完了 我们还要再说一个什么是 一步 什么叫同步呢 暗步 旧班的 依次 执行 那么暗步就班的依次执行我们在吗 这就叫同步 这就叫同步 那么什么叫 那那一步就是啥意思了 啊 是不是 呃 我在做一件事情 我是不是还是可以去做另一件事情啊 我可以同时做多件事情 那么举个最简单的同步和一步的一个例子 同步 比方说我应该说过 我们去银行去去取钱去办理业务啊 你你排个号之后 你同步的话 你就一直拿着号在那傻傻的等着 对吧 那么一步呢 我们取了这个号之后 我们就去可以干一些别的事情 等 等他叫到我们这个号的时候 我们再回来把这个 把那个银行的这个业务再一办啊 对吧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同步 那么写个例子 同步叫SYNC吧 SYNC01 那么我们就模仿我们的两个请求啊 比方说现在我们的turnado 我们有一个高效的图片 现在我们的turnado啊 比方说我有两个 比方说我们现在啊 我有两个 我现在是不是这个SYNC01是不是在请求的啊 那么如果我SYNC02也也要请求啊 那么两个客户端在请求吧 是不是两个客户端在请求这个服务器啊 那么对于他来说 他应该是处理完 这一个之后 再干什么 是不是在处理这啊 是意思吧 那么我们就用 这是不是就是同步啊 我们现在说的是啊 处理完一个请求之后 是不是在处理完再去处理另一个请求啊 那么我们就用两个方法去模拟我们的两个请求啊 怎么模拟呢 比方说 那 哎 还有还有一个问题啊 有个同学 我记得有一次女生 有个有位女同学发了一个这个问题 这个还就不知道啥意思 这个你们在学的时候 你们没遇到过吗 遇到过吧 这是因为你那个pensi 你没有干什么 没有加改善 你只不过点一下 你干什么 把它一选中 是不是就行了 这个好了 这就好了 我这卡了 那么我们df 两个请求 这是一个请求 那么print 开始处理 iq a 那么我们再来一个 结束处理 那么这个就模仿我们一个客户端的一个请求 能解吗 模仿模仿一个客户端的一个请求 那么如果说我带有个请求b 大一个请求b 那好了 现在我是不是就有两个请求了 对吧 对比着我们刚才我画的那张草图 我们现在有一个请求的一个第一个客户端请求了 第二个客户端也是请求了 那么我们现在有两个请求 那么这两个请求他们俩的工作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是不是 我说工作的流程他们俩的工作的流程 是不是说是 如果我先调用的他是不是就他先执行啊 那么是不是结束完之后是不是才能执行他 那么我们定义一个 卖函数 在里边我们干什么呢 IQA IQ B 那么这个卖 就相当于我们的什么呢 这个我给你写的 就相当于一个客户端的 请求 这干什么呢 这是 另一个客户端的 请求 那么这是两个请求吧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什么了呢 呃相当于我们的 Carnado 服务 那么是不是他先接受到请求A 再接受到请求B 那么这个服务我是不是得把服务跑起来呀 是不是 哎 那么这个服务跑起来 等于 杠杠杠MIN 杠杠MIN 那么我执行这个慢就好了 其实我这个就在模仿我们的一个Ternado一个运行的一个机制 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的 Ternado这个服务跑起来 是吧 这个就模仿我们的Ternado那个服务器 但是有的朋友 那么我们的服务器怎么样 是不是一直是 死循环呢 对不对 但是我要你们在讲这个时候 死循环的时候 你最好要干什么呢 如果你要写死循环 你不要直接写死循环 你干什么呢 睡一睡 然后0.1都行 为什么要睡一睡呢 因为你要不睡 你会发现你的CPU利用率在100% 那么CPU利用100% 那你电脑绝对会卡 是吧 那么所以说我们让它睡一点时间 那么它就基本上 你不会发现 你就会那个CPU会发现 那个CPU是正常的一个状态 不会达到满值 那么我们的Ternado服务 我们给它跑起来之后 是不是它就是死循环的啊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现在也就算是给它两个请求 第一次给它一个请求 A一个客户端来请求的 第二个是不是另一个客户端来请求 B来请求的了 对吧 那么这两个请求的一个处理方式 是不是先请求完A 再请求完B啊 这就是什么请求 这是不是同步的呀 是不是同步来处理呀 能理解了吧 这是不是同步啊 把它跑起来 同步不就是这样的吗 先处理完A 再处理B 这个同步的代码 应该能看得懂吗 这是我们以前 Pantent阶段就写的代码 啊 那么我们继续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同步 那么接下来 你们发现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同步 它效率没有多低 是不是一 立马就结束了 对吧 而且你看着啊 我们 哎 Windows电脑怎么看CPU 任务管理器 我的怎么也干到满了呢 CPU 啊 没有 是不是下来了 我这个本身就会非常高 因为我这是虚拟机 啊 那么说没有满啊 你要把它把这个去掉 它可能就满了 那么不写了啊 那么我们继续啊 那么我们现在啊 这个简单的已经结束了 那么一般你会发现 我们啊 有的请求 你在你在想啊 还是这儿 比方说我们这个handle了 是不是第一个请求 请求 A 是不是在要取数据啊 比方说我这个取数据 拿了 10秒钟 我在这取数据 我这个handle了 是不是也要拿上 上数据库啊 或者上其他的服务器 是不是要取数据啊 比方说他拿了10秒钟 那么我这个第二个请求 就在干什么呢 是不是等他10秒钟啊 这个请求啊 对不对 那么你就会发现 这个效率是不是就变低了 你说如果我们某个请求 有一个耗时的操作 那么你会发现 以后其他的请求 是不是都堵塞了 是吧 以后其他的请求 就都堵塞了 能理这个意思了吗 那么比方说 我给他修改一下 添加一个耗时操作 那比方说 就给他添加一个耗时操作 df long io 耗时操作 一般都是io操作 对吧 我们叫他longio 呃 longio里边我们干什么呢 就说 开始 耗时 操作 那么耗时操作 我们就现在用个啥来 用个time.slip5秒钟 结束耗时 操作 这个耗时操作 它就是模拟什么呢 模拟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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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dle 去干什么呢 去去去获取数据吧 比方说什么数据 去哪获取 比方说数据库啊 或者其他 呃 服务器呀 是不是啊 或者这里边有一些 循环 循环 耗时啊 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我们handle里边会有一些耗时操作呀 对吧 那么 我这个请求A 比方说他就执行了这个longio 我这个请求A 在请求A里边是不是就有一个longio的操作了 那么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程序变成啥样了 你看呢 A 是不是开始耗时操作 一直是不是在阻塞了 那请求B 是不是也一直在这等着呢 那么只有这个耗时操作结束 A结束之后 B 是不是才能再开始处理啊 是吧 是这意思吧 那么这是不是就是同步啊 那你会发现这个同步的效率会怎么样呢 是不是会非常低啊 对不对 那么这是同步 我同步的两个代码能看到懂吗 啊 如果你这两个代码看不懂的话 那么 呃 就就应该干什么了呢 七班 刚才第一周 都不是六班 啊 哎 这个我得写一个什么呢 呃 在 请求中 干什么 呃 添加了 一个什么 耗时 操作 好了 那么你会发现 如果我们添加一个耗时操作 我们这个同步的效率就会怎么样了呢 是不是特别特别低了 所以说一般以后我们不会用同步的代码 而且你看 如果我们用同步的代码 它完全是体现不出来我们turnado一个高效的一个一个一个样子 对吧 我这还是等着呢 对不对 而且并发来说 我也处理不了高并发呀 是不是啊 你你一堆请求来连我 如果你某一个有耗时 其他的 其他的链接是不是都都阻塞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他的那些高效的什么 还有并发C10 想解决C10K的问题 你发现他都解决不了 是吧 他都解决不了 那么 我们以后不会用同步的 你说我们刚才这个同步代码就跟你说一下啊 我们这个以后我们不会用这个同步 能理解了吧 那么以后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写代码都是写什么的呢 写一步的 一步的一个原理是什么 就是说 我是不是有一个耗时的操作呀 那么我们是对于耗时的操作 我们会交给别人 这个别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另一个县程去处理 那么这个耗时的操作交给别人去处理 那么我们 继继续向下去干什么 执行 那么当别人 结束耗时 操作后 再干什么呢 将 结果反馈 给我们 这是以后我们要做的事 这就相当于我们去银行取钱 我们排完号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干别的活去了 那么等他叫到我们号 我们是不是再过去再处理啊 是这个原理了吧 那么 你想就像我们上面这个操作 如果我A执行A请求的时候 我是不是遇到了一个耗时操作呀 那么我这个耗时操作 我交给别人去处理 那么我呀 我这个主线程在干什么去 是不是再把B执行了 那么当A结束了 我是不是在 A结束了 他再把结果反馈给我们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办到了 我们想要的这种 这种一步啊 效率是不是 你看你就相当于我这两活 是不是同时在干的了 效率是不是就会明显的有提高啊 对不对 那么所以说 我们一般 我们是用一步的思想去写代码 我们怎么去实现一步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什么呢 回调函数 实现一步 回调函数实现一步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呢 斜程实现一步 其实你能听懂一个一个一个回调 我就谢天谢地了 斜程方式实现一步 斜程还不太理解呢 就要玩一步 根本就不可能 但是如果你要听懂这个回调了呢 以后我们只用回调也行 以后用回调也能写代码 但是斜程呢 最好能听得懂 听不懂 那也就别强求了 那是好 搞不好 你的脑袋就烧了 就算我 我这个是讲的是原理 就算你原理听不懂 那么也无所谓 因为特内道里边我们的一步 写法非常简单 你想用斜程的 你就用斜程的 想用一步的 你就一步的 只需要你理解什么是一步 就行了 至于怎么去写的 你都甭管了 你就把你的号车操作一写就OK了 那么他就给你实现一步了 那么没办法 一般的斜程 你们估计当时讲斜程的时候都没听懂 是不是 讲完了绝对听不懂 这斜程我告诉你 不是进程线程 你们现在搞起来都麻烦的 对吧 更别说斜程了 来 我们先用这个 这个回调函数的方式来实现一步 哎呦 这个我是在他身上改的是吧 这个不太好了 我应该干什么呢 再创建一个 叫我还是把它恢复一下 SYNC 01 02的对吧 我应该把这个呀 张过来 那么我还是把这个恢复成我们没有这个 浪 浪 这个浪IO的情况啊 这个或者你们先甭改了 我给你们改完了 02的这个是我们有带浪IO的了 对吧 02的这个我们有带浪IO的了 那么我们现在要写啥 是不是要写一步了 我爱个顺序给你写啊 一个写一个 SYNC 01 SYNC就啥意思了 一步的意思了 好 我们把这个02也张过来 但是现在这个02是个啥 是个四个四个 那个那个同步的吧 一步其实我们已经用了 在哪用了呢 GS里边有一个很明显的一步 GS里边 那个阿贾克斯 那不就是一步吗 我发起完阿贾克斯请求之后 我是不是就干别的活去了 那么当对方 当服务器给我们返回数据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再调用一下那个方法就行了 那个方法 当服务器又给我们写的数据 那个方法被调用 我们是不是就执行那个方法里边 我们就去干一些操作就行了 对吧 那个就是一步 那个思想你懂吗 比如说我们阿贾克斯请求发完之后 我们就干别的活 那么等服务器有响应了的时候 给我们响应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再执行 再执行了我们那个函数啊 就是success的那个场函数 成功的那个函数 对吧 这就是一步 这就是一步 那么这个一步 我们就用 你就想着阿贾克斯那个方式 我们在这写一下 那么我们想一想 我们这个这个A 这个A还是干什么 是不是去请求这个数据啊 对吧 去执行这个浪IO 执行浪IO 那么这个浪IO里边 我们想一想 这个长的这个 这个这个耗时啊 我们是不是要干什么 是不是要交给一个 县城去做呀 对不对 那么用县城还要用啥来的 随意义吧 对吧 那么我们定义一个run 一个run 我们将我们耗时的操作 放到哪去呢 是放到这个函数里去啊 能理解吧 这个函数 我们在干什么 在这 是不是创建一个县城啊 对不对 threading 点 咋放进来的 thread吧 再点啥来的 没点了是吧 有个 target 我们要执行的是谁 run吧 我们要执行的run 这个name 我们也就不用设置了 对吧 name先不用设置 先这样写上 现在我将我这个耗时操作 是不是交给了别人去处理了 是不是交给他去处理了 对吧 是不是交给他去处理了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比方说 比方说我现在在循环完之后 我们现在来执行看一下吧 这个能达到我们效率的一个提高 看着 哎 啊 我还少少啥 start吧 这个县城我没启动是吧 启动这个县城了 看着 我首先是不是开始了 县城这个处理A 处理A的时候 是我就在里边去开启了 县城耗时操作 那么这个A 我是不是就结束了 我是不是就直接去处理B去了 那么当这个耗时操作结束 啊 或者说我们在这里再加一个啥呢 在B里边也再加一个 这个也加个耗时 但是我就不加啥了呢 不加那个那个 其他的操作了 slip两秒钟 我们这样再来观察一下 这样效果明显一点 你看 是不是开始耗时 这个停了一下 你看B是不是停了一下 对吧 那么你看最后再结束耗时操作 那你会发现 我这个整体的一个执行过程 可能也就几秒钟 五秒钟 对吧 那如果同步这里 我在这里 我再加一个 time.sleep2 那么这个应该是几秒钟 至少要七秒吧 是不是 那么我这个现在是不是就是五秒 俩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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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成功 是五秒 而且我还没有去阻塞这个B请求吧 A请求没有阻塞B请求 对不对 是意思吧 那么 这是我们的一部的一个一个实现 这个浪IO 是不是交给一部 这个线程去处理了 但是我现在有的时候 我们这个 比方说在这 我们这个在结束处理的时候 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一般有的时候我们 Return 一个就是说 Long IO返回 它是不是可能会返回一些数据啊 返回 我说返回的数据 我直接写数据吧 I think ck Az Woodman 那么我们在这个接收到 我们是要接收到这个数据啊 对吧 那么这个是 接收 到 Long IO的 响应 数据 IeS 那么同步我们是不是 我们可能会接收这个Long IO的返回数据啊 比方说我们这里我们这个handler 要去数据库里拿数据 我们这个handler最终是不是要接收啊 我这个客户端要不要接收 那个handler从数据库里拿出来的数据 是不是要接收啊 那么我有一个耗时操作 我这个有一个耗时操作 这个耗时操作去拿出数据 要不要再把这个数据给handler 是不是 是不是要吧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干什么 是不是要把这个数据 你看我这个结束这个Long IeS 之后是不是返回一点数据啊 那么我这个 我的同步的是不是就在这接收了 对吧 看着同步 开始耗时操作 那么结束耗时操作之后 是不是这个A里边接收到数据了 对不对 那么再结束A请求 那么开始B处理 完了再结束B处理 是这个流程吗 对吧 那么你想 我再把这个给你粘出来 放到我们上面的这个 把它再修改了 好